大家好,我是孟平 那今天這是我第三次挑戰一般雇員 那其實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冠軍還有城安 還有大家,因為我比較晚到 然後大家願意等我 那我有這個機會能夠參加信心流 那在這第三次挑戰一般雇員 就終於跳出來了 對,覺得非常開心 對,那其實在這過程啊 我有仔細去分析我在現金流的過程的狀況 那一開始其實我就是購買每股十塊錢的低股票 然後主要目的就是很簡單 美肌所上的一些籌碼 那雖然不多,其實也不到一萬 對,那之後就是把它賣掉 那賣掉之後,接下來就是有多餘的籌碼 來去買三四兩丁的一些房地產 對,然後雖然投資收益率也是48%沒有很高 但是我相信這是唯一能夠翻倍的一個機會 所以真的,就是剛好自己也搬到市場風雲 然後自己就是給自己一個機會能夠翻倍 那其實那時候我就是有詢問 在跟就是銀行家冠軍在確認 所以就是這個地方要怎麼去填寫 那我覺得說,就像在我們生活中 有時候我們可能看到投資的機會 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去做 去怎麼照順序去做 那就是有一個專家來去指導我們 那我們無形之中會請教他們會懂得越多 然後可以降低自己投資的風險 然後之後就開始就是手上籌碼越多了 開始一直狂翻那個大買賣 然後使自己的非工資收入增加 然後那時候也開始看懂大買賣的投資收益率 然後開始等待機會,最後就跳出來了 對,那其實我跳出來其實也沒有想到說 其實跳出來的時候我手上還有三萬多 對,那其實結語就是我那時候 就第一關跳出來之後 我開始了解非工資收入的重要性 然後也開始了解副華爸這本書 在告訴我的話 就是他有講到就是忙要忙在對的事情上 尤其是因為現在我們都是雇員 那就是他告訴我們一個觀念就是 要獨立做你的雇員,確保你的工作 但要不停地建構自己的資產 那也就是就是忙要忙在對的地方上面 那富人他們focus的事情就是在專注在財務之事 然後並且去得到他 那結束了第一雇員之後 寫完批語,然後就開始緊接著就是中階主管 那那時候我知道時間不多,我只剩下25分鐘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心也開始慌 因為只剩下25分鐘 然後也感謝冠軍給我一個機會 能夠去挑戰這個中階主管 然後因為太慌了,所以慌生 然後就給了銀行小孩子的支出 讓銀行養我的小孩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現實當中 我覺得要對每一筆流出的錢都要多加留意 對啊,因為在現實生活中 有許多我們認為不是很重要的小錢 但都把這些小錢無形之中 花在一些無意義和無資或大意的事情上面 那直到最後一刻就是到了78歲 也就是剩下最後兩分鐘 那時候也是 趁這兩分鐘趕快是在 投資再把原本的籌碼賣掉 然後雖然手上有一萬多怪 但時間已經到了 那我覺得說 在生活中即時到了78歲 你78歲開啟了腹腦袋 但是在80歲 你就要知道自己已經要死掉了 也就是最後兩分鐘 所以我覺得說 越早開啟腹腦袋 越能並開始行動 那才能越早跳出導組圈 如果再不快跳的話 到了78歲 你也只剩下最後那兩分鐘 也只能從這跳進棺材裡面 對啊,所以這是我這一次 現金流學到的事情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